就是早餐 中餐 晚餐 甚至是宵夜 不少人都會把滷味 當成是解決一餐的好選擇 不過最近就有民眾 在網路上PO出這一張 有夠情操的滷味 他點了一盤 花了130 他就那麽說 現在滷味不是都是 百元以內嗎 一整盤啊 130 很沒贏耶 很便宜啊 這樣一盤賣130元 真的太貴嗎 袁波說自己到小吃餐 隨便夾了幾樣 老闆算他130元 直呼太誇張 那麽求姐像這樣小吃餐 不是都百元有找嗎 霸撒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我們實際找了一間 創電達75年的歷史的滷味攤 以中藥製成熏肌滷味 不少老饕都愛這一味 只是相同菜色 不同工法製成 店長直說霸撒真的不可能 甚至 Unbelievable 這個是疫情前的價格也不一定 因為這幾年的價格波動很大 從這盤滷味來看 大豆干外頭大概賣30元 鴨蛋20元 百元豆腐30元 天不辣進口手工價差一倍 而這牛肉價差更大 以這盤來說 最便宜少說195元 最貴有機會破300元 以台北的話 這邊起碼要300-400塊了 這個肉很貴 其他配菜比較便宜啦 可是光是有這個牛肉 應該就蠻貴的 原PO是真的覺得貴 還是反串 都成功引發民眾討論 有人說這有肉已經算便宜 還說就算30年前 也買不到130元這麼便宜 甚至有人反串直呼 這太不合理 到底是哪家店要去吃到它 也有人歪樓說 竹北這樣一盤 至少450元 肯定更貴 應該要破千元 如果可以說是台灣 知名小吃觀光客來台 必吃美食料理 只是用的食材等級工法 都是定價關鍵 爸三到底合不合理 民眾看法大不同 東三星 我陸志祺 紅澤睿 台北報導 治患 妝